在中原普渡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普渡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利用在這個時候 來做一點 就是幫自己補一下財庫對不對 像這個時候我們又該怎麼做 然後需要準備哪一些貢品 紅菇粿 紅菇粿 發粿 各三個 發粿 各三個 對 這叫發的意思 是 二 第二個就是湯圓 湯圓三碗 然後菜花 五碗 那水果五樣 你要三樣五樣都OK啦 因為前面已經蠻多東西了 那再來第四 糖果 餅乾 少許 你記得在農曆的七月十五 這一天一定要做 如果你家有神明廳 那你就在家的神明廳 如果你在家裡有神明 那可以在家中補財庫 那如果沒有了 農曆七月十五 中原公 因為這天剛好是中原公聖誕 中原公聖誕 因為它可以幫你下嘴 下嘴 那當天你可以去參加 下嘴補財庫的補財庫 對 像一般大廟裡面都有中原公 或者他直屬有中原公 專門在辦這個法會 那農曆的七月十五 一定要去做 可是你去補了這個財庫 記得這個 如果在家做 一定要去早上 早上就是從七點到十二點 這中間都可以去補 那你記得有神明廳的話 你就神明廳下面有一個桌子 把它拖出來 然後這些我剛剛講 準備的東西都擺擺的 好 那你自己再買一盒 補財補庫的金子 是 放在神明廳 對 那記得 記得很重要 我一直在強調 一定要有書文 禀報才有用 書文 書文 因為好像我們去考試有沒有 考試一定要有一個成績 但是幹什麼證明 才說你有考慮到沒考慮到 所以我一般來講 你不是買一買 現在嘻嘻嘻嘻 那個就是尊神 不是這樣 所以要記得 中國道教裡面傳承 就是一定要這樣 你少了一樣 叫多做那些事不行 我都希望大家在運勢追不來 尤其這幾年 運勢很不好的時候 大家要去 如果今年有到大廟 如果你可以先在 十二點之前 先在自己家裡做 如果你家裡沒有神明 你會記得 擺個桌子 你家有前陽台 或者一樓 你就直接把 剛剛講的準備一個 在你的一樓 準備這些東西開始 你給我請什麼 中安宮 中安宮 大家看一下中安宮 因為這天是祂的聖誕 你記得你在做的時候 這個做完了 那鏡子燙燙燙燙燙的要記得 大家要記得 你如果鏡子燙完的時候 燙完在那個鏡子燙樓 繞個三圈 先不要回頭 直接進去你家 然後兩分鐘後 再去拼你那個鏡子燙 其實一年當中是 但是這天是天地磁場 剛才我們說大色天 大色 對 大色就是不管你是什麼事 你來這天就幫你燒 對 再來就是我們很多 一般的補財庫的書人 像這種 一定要 像我們 一定要有這種南斗北斗 南斗北斗在我們道教裡面 是最大的一個 就是祝聖節祝戲 一個是天壽 一個天才天福 對 那一般我們就弄好一般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都放在裡面 然後背後會寫名字 寫完名字以後 然後自己不管你公司幹嘛 會蓋手印 然後禀報中元宮或者是祖神 所以今天七月十五 希望我過去 我過去做了什麼不好的事 你要先懺悔喔 你不先懺悔 你做那個是多餘的 然後懺悔好之後 跟祖神講說 我叫什麼名字 八字 或是你有開公司 你也可以講公司 那時候我一流年不利 我應該去 我之前我有下過的 約定說自己去參過 然後禀報 然後這一張 這一張 然後把這裡面弄下去 記得最後 最大的手印要蓋上去 蓋上去 我跟你講 這一個直接背上去 因為它上面有腎子 這隻聲聖節 對 所以在中原 記得大家 不管你好語不好 七月十五這天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知道大廟 你可以在家裡 一定要這樣子做 其實心存正面 對 在這個五個月 你看今年 其實你看 天災人禍這麼多 金融海嘯 然後我們這些 天災 颱風這些 我們今年 好好的把自己整理整理 平安最重要 來 文恩老師 請教大家一個 鬼月保平安的方法 好 首先先提醒觀眾朋友 也許你有護身符 或在車上有掛很多佛珠 不要忘了 在七月以前要去大廟稍微充電一下 因為可能你已經放了三年 然後上面都是灰塵 再來除此之外 也建議大家 隨身攜帶一點 晶晶亮亮的東西 譬如說像許願的錢墓 是金色的或是金幣 或者是這種亮晶晶的感覺 因為金色亮色 就像剛剛老師講 不可以穿黑色衣服 有一些比較有光澤的 珠寶類的 或是黃金類的 都可以為你帶來好運 就是Bling Bling的東西 整個就是閃亮就對了 來 貼個鑽也是可以 另外也建議大家 就是像大凡天王四面佛 其實很重要一點 就是保平還有神像 因為神像是代表保平安 還有代表財富 保平也是護身的法器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有這樣子的 守護貼紙 貼在車上 可以隨時保平安 然後再隨身攜帶 許願的金錢母 然後對它許下你的心願 七月不但會平安度過 你的願望也很容易成真 好 今天大凡天王四面佛 保佑你囉 好 謝謝 所以我們要心存正念 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送給我們觀眾朋友 五份 好不好 好 7打0951098888 金卡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也要謝謝 三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也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準收看 命好玩 拜拜